各位学员大家好 我现在来帮你解释这个Android的多态性的应用 也就是我们学会了OOP的这个多态性的观念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多态性我们所学到的观念呢 来应用到Android上面 因此呢 你对Android的这个原代码 你就可以有更多的这个掌控解释的能力咯 因为Android是开源的软件 所以你都有机会去看到它的原代码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你就会这个常常呢 会用到这个多态性的概念 还有呢 即使你不去看它的原代码 你都会来从new 从这个view 里头呢 会建立你自己的新的子类 那新的子类呢 你也会写工作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对于 这个多态性 有更多的了解 你就可以了解你现在在做什么 所以你对于它幕后的这个机制呢 你会更有把握性 OK 那逐渐的你就会更能够掌握这个多态性的机制 那未来 那未来在你的任何软件的开发上 都是可以应用的 非常的漂亮 OK 所以在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 要是你这个是这个view的类别体系的 那都会来 来实现 这个工作的函数 然后呢 所有函数会来调用它 调用它 那调用它 它就会来 这一个产生的 这个 on-draw本身 是一个多态性的函数 也创造了 这一个draw函数的多态性 这样子 那 再先看一下图 你可以从这里图 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draw呢 会来 扣这一个 dispatch-draw dispatch-draw呢 会来扣这一个on-draw 那on-draw呢 是一个多态性的 这一个函数 这边有 这边有 这边也有 这个通通有 这个到处都有 on-draw 所以呢 这on-draw呢 是属于这边的 一个多态性的 一个 一个函数 那这个draw好像是 买大卖客 on-draw呢 非常接近于 做大卖客 所以啊 每一个麦当劳的餐厅 都要会做大卖客 对不对 然后呢 任何的客人 到任何的餐厅 都可以告诉他 我爱买大卖客 对不对 我要买大卖客 OK 是这样子的 好 好 那这一个呢 啊 这个 这个主要是水来调用的 主要呢 不是ATV来调用的 主要呢 是从 啊 这个Android框架里头的一个 啊 Window Manager Service Window Manager 啊 就是Window Manager来调用的 啊 是调用他 啊 这样子的 那他就来调用他 调用他 他才调用下来 OK 好 那这可以做画图的动作 所以我们再来看 Activity 类别呢 对象 啊 他对这一个 啊 啊 这一个 View 类别体系 疑似统统的调用 啊 这个我这刚刚特别强调了 啊 这一计划是有乙并的 嗯 啊 应该是 View 类别体系 啊 就是Activity 呢 啊 这个类别体系呢 啊 这一个 啊 对于 幕后的 啊 就是 应该是Android的框架 啊 这里改成Android框架更好 啊 这是 啊 Android的这个Framework 里头的 机制 那里头呢 就是WindowManager 啊 WindowManager 其实 完整应该讲叫Service OK 这样的一个 啊 类 这样的一个 类来调用 这个桌的 而不是Activity 那Activity 那Activity在做什么呢 啊 如果用户 对这一个 啊 View 有去产生任何的事件 啊 这一个WindowManager呢 啊 会 会把这个事件呢 啊 把它 传给Activity 啊 那Activity的类 之类 就会接到这个事件 就会来做相关的动作 OK 就叫做Event的Handling 叫事件的处理 OK 事件的处理 OK 所以呢 啊 所以这一个 Android框架 不需要判断View的对象的实际的具体的类别 只要呼叫Draw就行了 OK 好 就可以了 所以这创造了它的Polymorphism 多态性的一个信息 好 那我们现在用实际代码来做个说明 那这是AC01 那AC01呢 这里有一个On Quick Edition呢 就是准备 啊 这个接受 这个WindowManager Service 传过来的信息 什么样的信息呢 就是那些View 这些所创建的这个View 像Button啊 啊 这一个 这个View 有被按键的时候 它那个信息呢 就会 啊 WindowManager就会来调用 On Click 啊 那 这里就叫做信息的处理 啊 所以 Activity呢 是在处理这个View 的事件的 啊 但是真正的调用On Draw 不是Activity OK 好 好 再来 这个DrawView呢 它是继承这个View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是自己产生一个 啊 紫类 那这个紫类呢 就要 去互写 这个On Draw 就是刚刚 你所看到的 这一个图 在这里 啊 我们自己 在这个View底下 我们创建了一个 小的类 那这里也创建一个 子类 然后呢 这都是同一个类别体系 所以这里要 去互写 On Draw 那这里呢 就看你需要不需要 需要的话 你就写 不需要的话 它就等于用它继承下来的 用这里的Button的On Draw 如果这里没写 那它就用这里的 OK 好 那如果这里没写 它就用 这叫做默认的行为 这相对上 这里是它的附类 这里头的On Draw呢 对于它而言 就是一种 叫做D4 Behavior 就是叫做 逆色的行为 或者逆色的函数 或者叫做默认的函数 那对于它而言 如果它没写 那么 就等于是 用了它的这一个On Draw 那就是等于是 这边的On Draw 是对它而言 是它的默认的行为 OK 好 那我们就 再回到我们的代码 再回到我们Enjoy的代码 OK 所以这里 这个 Draw View呢 它有 这一个 啊 附写的 这个On Draw 那 在附写On Draw里头呢 它先调用 附类的 预设的行为 先调用 这一个 啊 View 上面的 这一个的On Draw 先调用View的On Draw OK 再来做我们后续的补充 啊 所以这叫做扣充 啊 这叫做后卫型的 后置型的 补充 啊 就是N续 先调用FuLay 再来 啊 这个做自己的话图的动作 那 至于Edge的Button呢 它就没有On Draw了 它就没有On Draw 它只是在创建的时候 因为创建的在先 啊 创建的时候 先去 设定 附类里头的 这一个属性 啊 附类的属性 啊 所以我们 啊 这一个 你看 再来看一下 这个过程 啊 你注意看 这是 啊 在这里 好 那我们现在 把它分时间点来看 好 现在第一个 在这里是 AP启动 好 AP启动 AP启动呢 啊 这就是 AP的 这个Start AP启动的时候 第一个先来执行 AC01 AC01 那第一个执行的 就是On Create OK 所以这是这个时间点 这是Time 你要把时间 把这个时间抓出来 OK 这是时间点 所以先有On Create 然后 再来 在On Create里头呢 这里会Show 6101 啊 这样子 所以先GoTo 01 GoToState的1 就是我这个代码的写法 然后他又来 跳用它 所以呢 On Create的时候 就可以是建议这个画面 所以呢 首先 你看这里有 另外一个Edge Button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 在这个Start的时间点 啊 这一个 Button 已经被创建了 这个Edge的Button 啊 Button呢 已经被创建了 OK 好 被创建了 好 在创建的时候 会去调用Edge的Button的 构造式 有没有 好 那么他就来调用Edge的Button的 这个构造式了 他调用Edge的Button的构造式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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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在这里 这是Edge的Button的构造式 对不对 然后这构造式里头呢 上天调用 附列的构造式 之后 调用附列的 这个函数 啊 去设定附列里头的 值的一些参数 所以里头 TextEdge的Color是Red的 还有笔图 啊 所以呢 就把这一个 啊 就把这一个 啊 里头呢 这是Edge的Button 那Edge的Button呢 啊 它是它的 然后呢 它有 这一个 一大部分 啊 这个部分是由 啊 就是说我们讲 每一个子类 的这个对象 都是有G类 不是有G类的 构造式 来负责一部分的建制 有自己的构造式 负责一部分的建制 OK 好 那这个时候 它就先 调用G类 的这个构造式 那G类里头呢 就是 啊 有很多属性 啊 刚刚已经放进去了 就是 连Edge的这个文字 都放进去了 所以 在这个时间点 啊 在这个Start的时间点呢 这整个的 Edge的Button的对象 建起来了 里头的初期值 已经设定好了 啊 在这里 就是它在 这个子类的构造式 里头呢 已经设定了 啊 这个负类 那一块区域 有没有 这个是 叫负类 去建立 它的那一块 然后呢 这个是叫负类呢 去设定它的出值 啊 出值 所以这个时候 在run time的时候 已经 啊 这个对象 已经建立起来了 里头出值呢 也都有了 好 那就 走走走咯 走到这里 啊 走到这里 OK 然后 SetContentView 在这个时间点 啊 SetContentView呢 做什么呢 啊 它就 啊 这个 啊 把这个layout 把这个layout 啊 把它送给 刚刚讲 WMS 那么 WMS就依照 这样子的layout 去 一流 内存的空间 把我们的view 这些对象都建起来 啊 这样子 啊 就是 它在buffer里头 因为要显示区域嘛 啊 也就是说 啊 这一个画面 它有一个叫做buffer buffer是对应到这个屏幕的 那我们的对象 啊 在这对象里头呢 会记载它的大小 等等的 在这个对象里头会记载 啊 size有多大 像这个 啊 像这个就在讲 它的size有多大 这个 当这个size有多大 是记录在这个对象里头 它就依照这个对象 所记录的 去一流 这个 啊 buffer 那么来 对应到 这个我们的屏幕 啊 对应到我们的屏幕 OK 啊 这样子的 对应到我们的屏幕 所以set content view的时候 然后 才会 屏幕上面才会秀出来 啊 set content view的时候 那么屏幕 人才看得到 啊 所以 在这里的时候呢 啊 这建好了之后 在这一个点 开始啊 这个显示 啊 显示出来 啊 显示出 显示出 这个画面 啊 显示出来 啊 那在显示出来的那一刻 因为它要显示这个button的图像嘛 所以它就会 啊 按照这里的 参数呢 去把它 秀在画面上 这个时候 在这个时间点 才会call on 做 啊 要显示 UI的时候 才会call on 做 这个是在做 UI的布局 在这一段 啊 都是在做 UI的布局 啊 所以 是在UI的布局的过程当中 去创建这个对象的 所以在创建 执行 创建这个对象的时候 还没有显示 是到这里的时候 到set content view 才把它显示出来 那么是为了要显示 所以才要去 执行 on做 是这样子 为了要显示出来 所以才要来执行这一段 所以执行这一段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 你的这个画面啦 啊 画面就是连这个图都画出来了 啊 那这就是 嗯 这是看到的 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这样子 这就是 已经显示出来啦 OK 显示出来啦 那这就是让你了解 这个整个 在on做这个函数 是在显示 UI 的时候 是在显示 UI 的时候 由 WMS 来调用的 啊 来调用 才能够显示在 UI 上面 给 user 可以看得到 OK 好 那这里头呢 因为已经事先设定好了 所以他就直接用 button 所以他就直接用 button 的on做就把它显示出来了 就把它显示出来了 所以这里呢 Edge 的 button呢 并没有互写 on做 而是他是直接拿 这个附列的 on做 这个默认的函数 来使用而已 所以没有什么修正 他只修正了 这个参数而已 他只修正了 这几个参数 这几个属性值 但是没有修正 他的代码 没有修正他的代码 做view 里头呢 就修正了他的代码 修正他的代码 OK 那么他也 不是说 view 的 on做呢 不完全 这整个不完全 合乎他的需要 所以他先扣他 再来做外加的修正 那么这个 其中的做函数呢 他要是扣 Dispatch 做 接着 Display 做呢 在反向调用的 on做函数 因此创造的 做函数的凍态性 OK 好 那我们在Java这一边 的这一个 啊 凍态性的部分 我们就讲到这里 待会我们再来 谈西家家的 这个表示法 其实 都是一样的 因为 Java那 基本上 在OOP的部分 啊 几乎都是 沿用的 西家家的 这一个 啊 做法 跟他的 基本思维 OK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